大家好,我是小莉 今天分享一个鸡胸肉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一起来看一下吧 先把鸡胸肉清洗干净 切成厚片 再切成宽条 切好以后放入大碗中 加入半个鸡蛋清 少量的盐 白胡椒粉适量 用手抓拌均匀 再加入两勺土豆淀粉 抓匀以后腌制几分钟 我们先来调一下料汁 在碗中加入三勺番茄酱 少量的盐 两小勺白糖 一勺白醋 再加入少量的鸡粉 和清水 搅拌均匀以后放到一旁备用 锅中热油 油温五六成热的时候 下入鸡胸肉 要一条一条的分开下 避免粘到一起 鸡胸肉是比较容易熟的 可以一直保持中火炸 适当地翻动一下 这样会受热更均匀 炸至颜色变得金黄了以后 捞出来控油 放到一旁 这个时候锅中的油要继续加热 油温升高了以后 进行第二次复炸 大约一分钟 炸至颜色加深 酥脆 就可以捞出控油了 平底锅中留少量的植物油 下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边加热 边用铲子推动一下 看锅中的料汁煮开了以后 下入鸡胸肉 再快速地分炒均匀 炒到每一根肉条 都包裹住料汁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最后在上面撒上一点芝麻 这道糖醋鸡胸肉就做好了 这道菜做好了以后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口感酸甜酥脆 家里的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 你也试一下吧 我是小莉 明天见